第四場賽事 這場四班跑1200米 未到三千頭關卡 今次因為跑十一場五六七場才是三支場合 而這場首選選了十一馬八卦 最近兩次雖然表現比較失望 但我們看看他在四月十四那場五七九 那天下雨 當然他下雨有些幫助也未定 但其實那天下半場已經沒有壓地 走外面的馬較好些 所以裡面的勇敢城區之後都提升名次 而外面的快馬飛池最好都上名 而春之星說衝兩武的原來就是氣管多血 再外面的勝利風範、自然君子和佳運來 幾隻都有提升名次的表現 這一組五七九的數字不頑 而前一仗 我們看看放大鏡 前一仗他起步撞出頭 失地甚多 已經輸了 回來氣管多血 所以前一場輸到十六馬位 六三九一場都可以抹掉 好了 再看上一場 上一場其實這條片都看過很多次 今次看出集 七五五 排著十三檔起步 那隻就是八卦 一出集 哇! 插得最快 其實 你要鬥什麼呢? 賣藍那些賣 搶起來 已經是好便宜 閃電俠 那場大儀碗 是不是賀賢和潘頓 有些 偶朋友 這個開玩笑而已 但是這八卦出集很快 有機會都可以跟前些少 現在就走了三碟了 都說過了 上次提供的雷電寶 和首席大勝 這場沿路走三碟 不日而同 都已經是上名 而現在這隻八卦 沿路都走著四碟 而這隻的八卦 回到來不是散了 說雷電寶三碟會上名 這隻八卦 外面會多幅 壓過來 這裏有少少的禮計 接著都差不多 接著收工了 雖然他輸的名字比較遠 但是元老 他相對於釋多福 和這隻的雷電寶 是更加走位 是絕裂 和這個 蝕的 今次 半人 從事沒有換路程 如果走得出來 在前面放的話 其實這一組 不算太多快馬 是大四起 在陣上 有較多前置 讓你看到過 所以 如果他出閘 真的順利 可以懂得 何則堯上名 放在前面走 這隻的八卦 今次是有得搏 而遲選 遲多福 可能是出自強組 755的情況之下 但是他 經常都要 最近這幾場 組段都比較慢腳 是充一段 兩場都充好的 快時間回來的 如果你看到 這個 末段時間 是綠色的 都是屬於 快末段的標準 所以 都可以留意 但是 如果今天 真的這麼被動 我寧願做回 配腳 會比較安心 而另外 第三選 六號 戰神寶 這隻馬 看看 除了一隻馬房 最近這三個集 都有些前速 看到 之餘 是 有關注力不差的 選個泥地集 給大家看 佳恩 濕萬些少的地 對新馬 考驗器量都比較多 雖然他的組段 不是放得很快 但是 左右旁邊的 幸運時代 後面 成利所願 甚至新界之星 都不是完全不懂 跑的馬來的 你看到 放在前面 阿拉斯騎下去 他是 交到反應給你 比按住 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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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下去 交給你有 貫注力的話 我覺得 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 八檔 看看 他能取向什麼位 這位騎士 有時候 令人有愛有幸 那麼多馬 在他手上 騎到老虎跳 昨晚一隻 電相錶馬 之前 還有兩隻 金絲雷匠 還有 那隻 德奇康 說他的手 僵臣是否這麼厲害 所以 想想也不要 拿他來做膽 拖一下腳 加恩 去到季尾 這一類 沒見過的馬 隨時有些新鮮感 都可以在這裏走得近 所以 配腳方面 梁家俊試過 有一道 為何綠色 有型有款 你再看他 數回近這幾 五六場 每次都排那個衰蕩 試過排好蕩 就虧了內蘭的場地 所以 以分他貴初八十 那場 守好位之下 有型有款 如果大冷腳 三四重彈 的話 重視在尷尬邊緣的評分 我會在第五選 拖著他 第四選 不捨得 七五五 那場 出品的壽色大勝 上一次 幾日前 他失失夭夭 拿不到 無可否認 有些阻塞 但那場 那個慢時間 末段 也不太快 有少少要引靜 但是 可以搏 阿塞的馬 繼續進步 而且 跑完出來 看起來 都是優勢的 所以 先放回首色大勝 在第四選 留意著的馬 就是有型有款 在第四場 的時間 選擇了十一馬八卦 四號式多福 老的戰神寶 和三號馬 首色大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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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